牺牲而不断减少 中国学前教育遭受巨大冲击 近期全国多地爆发幼儿园关停潮 幼儿园出现一海难求的惨烈景象 有的幼儿园已经走在了倒闭的路上 还有一部分没倒闭的幼儿园也在苦苦地挣扎着 都表示快撑不住了 北京丰台区一家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无奈地说道 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 然而到了现在却变成了我们追着孩子跑 今年春节刚过 他就开始在担心半年后的秋季招生计划能否顺利完成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他所在的幼儿园就已经在面临招生来的困境 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 他们今年的生源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据了解在2016年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 人口堆积效应在短期内释放完毕 从2017年起 全国的出生人口就开始在持续下滑 从当年的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 短短五年的时间 牺牲人口就直接腰斩 且首次跌破了1000万人 这个数据还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 2000多万牺牲人口的一半 同样是来自于北京的另一家幼儿园园长说道 自打去年三月起 他们就感受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含义 在以前每年三月到八月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和报名的电话 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提前排队给孩子等学位 但是到了2022年 他却清闲了不少 咨询的电话减少了60%以上 到了2022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 原计划招生四个小班 结果却只有两个班 其中还有一个班根本就没有满额 一位来自重庆的幼儿教师小倩告诉记者 在最近这两三年里 他干倒闭了两家幼儿园 眼下自己又要失业了 据小倩回忆到 他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 先后在两家幼儿园里面 从事幼教的工作 但不幸的是 这两家幼儿园在他工作期间都接连倒闭了 有时候他甚至还怀疑 是不是他自己自带没运 把两家幼儿园都干倒了 幼儿园垮了 小倩也没得到一分钱的补偿 甚至连拖欠的工资都没能要回来 可日子还要接着过 一人背井离乡 在重庆城区租房 一边找工作 一边忙考边 家住武汉市汉阳区归原寺附近的张璐 在小区周边为刚满三岁的儿子物色幼儿园 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家门口的一所驻武汉的央企机关幼儿园 向他抛来橄榄枝 该幼儿园园园长告诉张璐 自己在这所幼儿园工作了二十多年来 平常都是只针对单位内部招生 在刚刚放开二孩的那段时间 生员多得还要排队筛选入园 但从去年秋季开始 个别班级却出现了招不满的现象 面对如今的变化 他们原方决定 不再硬性规定 幼儿家长必须为本单位职工 而是面向社会 其他家庭招生 扩大招生范围 除了幼儿数量的减少外 张璐还发现 小区周边近年来 新增的幼儿园也多了很多 既有大型教育集团创办的 高档私立双语幼儿园 也有新开的区籍公立幼儿园 一些新建的小区 还配套设立了普惠幼儿园 家住武汉某小区的一位家长 打开手机地图搜索幼儿园时 发现在方圆两公里的范围了 竟然有28所幼儿园 这么多的幼儿园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竞争 而大家抢夺生源的手段 也是花样叠出 私立幼儿园的老代新活动 老生学杂费可利减5000元 普惠幼儿园新生学杂费 直接打9折 公立幼儿园不设招生范围 实行零门槛入园 然而即便如此 这些幼儿园依然是一生难求 位于武汉高铁站附近的 一家私立幼儿园园长告诉记者 他们学校今年春季 计划招生45名学生 实际却只有32人报名入园 原本计划新开设 两个拖幼班 也只有四个孩子报名 最后不得不取消拖幼班 把四个孩子安排到小班 该园长还坦言道 幼儿园从报名难变成招生荒 一方面是私立 普惠幼儿园增多 家长可选择的范围增加了 但更重要的原因 还是近些年生育率的下降 导致能够上幼儿园的孩子数量浄减 与此同时 多位业内的专家也指出 在部分地区 幼儿园招生难背后 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 学嫌教育资源的配置 与人口结构变动间的不匹配 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很多幼教从业者看来 幼儿园从扩张到萎缩 就发生在最近的短短五年之内 为解决入园难 入园贵问题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提出 到2020年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要达到80%左右 在2018年11月 国务院又再次强化了 第三期学嫌教育计划的80%目标 并且进一步要求公办员 在员幼儿占比偏低的省份 逐步提高公办员 在员幼儿占比 于是各地开始大力新建公办幼儿园 但是在公办员大力新建的同时 每年新生儿的数量 却在不断减少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在2017至2020年之间 出生人口每年平均下降20%左右 这种错位进一步放大了供需缺口 而到了2022年 全年出生的人口仅956万人 出生率为6.77千分号 从2011年以来 历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 2011年至2014年 我国出生人口均超过了1700万人 2015年降至1654万人 后面在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 2016年和2017年的新生人口 都超过了1700万 尤其是在2016年达到了1883万人 但进入到2018年 二孩效应明显减弱 出生认识人口也在逐步的下降 当年新出生的人口仅为1523万人 其后出生人口数量持续减少 据了解 受育龄妇女持续减少 生育观念变化 婚育推迟以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近年来的出生人口持续下滑 当前很多年轻人的婚育观念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出现单身 不婚 不育的趋势逐渐增多 不仅如此 如今年轻人都感觉到 结婚 生育 养育 教育 以及个人生活的成本 都在急剧的上升 人们在面临高房价 就业难以及工作压力大的环境下 都不愿意结婚或者生孩子了 于是出现生不起 养不起 同时也不敢生 不想生等问题 在湖北一家三甲妇幼医院产科工作的 护士刘敏说道 在前几年的时候 他们这里的孕妇 建档得提前一个多月排队 顺产产妇要求两天出院 破公产的话 最多不能住院超过五天 因为床位十分的紧张 但是现在不同了 产科床位非常宽裕 二人间 三人间随时入住 单人间也空得很 产妇产后恢复慢想多住几天 也不会被催着出院了 有专家表示 随着生云减少 第一批倒下的 会是哪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在中国目前的幼儿园 主要有三类公办员 普惠性民办员 和非普惠性民办员 普惠性民办员 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 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 然而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 却形成了一个 急剧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 再加上如今生育率大幅下降 这种张力将被进一步放大 当生源变得稀缺 普惠性民办员质量下降 会进一步增加招生困难 形成恶性循环 有不少的民办幼儿园 园长都表示 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 以后会越来越困难 在幼儿园园长群里 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 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 捉移板凳 很多园长还在挣扎 但趋势已不可逆转 另外 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 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 还不在北京 上海 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 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